全球现场来关注美国先前预告说要捐出8000万剂疫苗给其他国家 但是有哪些国家能够分到又有多少数量吧 时间较为若宜 好因为美国总统拜登啊 先前就预告说了要捐出有8000万剂的疫苗给其他的国家 但是要如何来分配呢 始终都是各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今天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说呢 拜登总统很可能最快会在今天就要来宣布 美国向全球分配的这8000万剂疫苗的计划 布林肯是重申呢 美国分配这个疫苗的计划 将会与这个COVAX以需求为基础 没有任何附加的政治条件 先来听一下布林肯今天的最新说法 那么现在呢世界人有许多的国家是面临疫苗不足的问题 在这个南韩的大邱市呢一共有240万的人口 那么当地的政府也是苦无疫苗 所以他们干脆自行来采购辉瑞疫苗 但是呢南韩的中央政府昨天是表示呢 这批疫苗啊来自非正规的管道 所以就禁止他们来使用 韩联社就报导说呢南韩当局是初步判断 大邱市政府宣称他们取得的这个辉瑞疫苗呢 是属于透过非正规的管道取得的无法正常供应 也强调说呢这个辉瑞公司已经表明了 他们不会透过其他的途径来供货 只有辉瑞直接供应的疫苗才是正规管道的疫苗 目前辉瑞呢正在调查这个大邱市这一批疫苗的真卫 并且考虑要采取法律的措施 那么南韩的医药新闻网站就引述了辉瑞南韩公司的说法表示呢 辉瑞指向中央政府还有政府的主管机关供应新冠疫苗 辉瑞的总公司还有辉瑞的南韩公司呢 并没有批准任何组织在南韩进口经销或是销售辉瑞疫苗 只是根据这个东亚日报的报道呢 大邱市是宣称他们已经争取到了辉瑞疫苗 可以供应3000万人接种 但是他们没有说明到底是如何取得这批疫苗 只说呢接触到了跟辉瑞有关系的有利人士 之后的洽谈呢进展迅速 文件还有最后的会晤也已经敲顶了 那这个新闻网站的报道里头也指出呢 中央政府官员是证实了 大邱市所称的这一笔交易呢 是来自一间外国的贸易公司和辉瑞没有关系 南韩当局就透露说呢 政府接过了大邱市提供的细节之后 就询问了辉瑞公司这批疫苗的真假 那么因为辉瑞呢 他其实只和各国的中央政府或是COVAX来签署合约 有必要要查明这一间民间的贸易公司 到底是如何取得疫苗的 那么南韩当局也强调 即使呢这个疫苗是真的 也必须要经由官方的检验 因为呢会有品质还有稳定度的问题 因为这个辉瑞疫苗是有严格的储存条件的 讲到这个南韩呢 南韩空军有一架多用途空中加油运输机 KC330 在昨天晚间起飞前往美国要运回 100万人份的交生疫苗 南韩当局是在6月1号的时候呢 就预先开放民众来预约接种 结果这个预约网站塞爆了 短短17个小时把90万个预约名额都抢光 这也是南韩呢第一次派出军用机 从海外来接运疫苗 那么根据计划呢 这个军机将会在完成疫苗装机之后 随机就折返 预定在5号的晚间12点会抵达首尔机场 南韩媒体就报导说呢 美国提供给南韩的这个交生疫苗 一共呢是有101万2000多份 至少可以提供给100万人使用 但是呢因为这个南韩的防疫部门 为了保守起见呢 只开放了90个登记的名额 南韩的防疫部门预计呢 这个每一瓶的疫苗 可以供5个人来使用 那么医疗机构呢 即使只收到4个人预约 也必须要送一瓶疫苗过去 所以呢虽然是有100万剂的疫苗 但是呢只开放给90万人来预约 所以在1.1号的凌晨 零点开放预约的时候呢 到了1号下午3点半 已经有80万个名额预约满了 剩下10万个名额呢 也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抢光 所以南韩的网络社团啦 还有社群网站啦 都有大量留言在讨论这个盛况 网友就说呢 感觉好像回到了大学 时代强选修课程一样 还有人说呢 都已经不管隔天要上班了 是熬夜来等就是要预约打疫苗 根据了解呢 这一波的预约有资格来接种的呢 是部分的退伍军人 还有30到49岁之间的后备军人 因为美国政府呢 这一次是以这个美韩军事合作的名义 提供疫苗给军方有关人士 预约成功的民众呢 将会在6月10号到20号来接受疫苗的接种 美国新任的印太司令部司令呢 阿基里诺就是画面当中这一位 上任之后第一次出访了日本 日前呢 拜会了日向监疫尾时呢 两个人是针对了大陆 试图在东海地区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一致表达了强烈反对的态度 而另外呢 他和这个日本防卫大臣暗信夫会谈的时候 则是确认了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阿基里诺呢 今年4月就任美国的印太司令部司令 3月的时候他出席这个国会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 提名听证会的时候 就曾经警告说大陆并吞台湾的威胁 他说呢 这个比许多人理解的更加迫在眉睫 阿基里诺上任之后呢 选择日本当成他首次出访的国家 也凸显出美日同盟的重视 那么这次日本行呢 他是分别拜会了金一伟 暗信夫还有外务大臣 茂木名充等等的政要 日本经济新闻就报道说呢 针对大陆方面持续入侵 钓鱼台猎雨临海的行动 菅义伟和阿基里诺就确认了 日美将紧密合作 在维持同盟威吓力的同时 也要透过驻日的美军重组 减轻重绳的负担 不过日本的富士晚报就报道说 就在这个阿基里诺访日同时 大陆的海军有三艘飞弹驱逐舰 巡防舰还有补给舰呢 在6月1号通过了路尔岛线的 这个大鱼半岛 还有种子岛之间的大鱼海峡 向东航向了太平洋 警告意味是十分的浓厚 那么你想知道 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在YouTube中间 电视频道首页底下 有一个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 进入订阅按赞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看完影片之后呢 也要按赞留言 请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